109年南投縣勞工運動會 在南投高中登場 三十對一千二百多名勞工 展現運動精神參與活動 使得這場運動會能老又有趣 縣長林明珍表示 建議勞工朋友 努力工作之餘 平時要多多運動 運動才有健康的身體 那麼我們這個運動大會 是確實每年都需要舉辦 運動會主要的目的是鼓勵 我們勞工有空的時間 有休閒的時間 就馬上利用場地做做運動 所以你才會強壯 在工作崗位上才會努力貢獻 所以今天我們大概有一千多位 勞工來參加這個運動會 這個整個活動也非常精彩 勞工的我們這些工會的 所有的員工大家都性機昂然 最重要的是讓我們勞工朋友 有機會其實應該多走出戶外 多運動保持他們的健康 不過除了健康以外 我們也希望他的收入到福利 我們也可以減顧到 中央有很多政策 我們要是繼續來努力 希望他們可以又健康又可以賺錢 每一年的勞工大會 我們可以看到 不斷的在增加我們的團隊的人數 現在我們邀請到很多企業界 還有很多的工會 甚至我們今年領館處 也都有代表來參加 讓我們每一年的勞工會 可以說是越來越熱鬧 希望讓我們的勞工朋友 有一個更好的一個工作環境 南投縣總工會理事長 曾正言表示 勞工朋友工作很辛苦 走路搶歌 游泳等休閒運動 值得鼓勵 他並認為 明天工作防忙的縣長李明珍 是值得學習的榜樣 養成運動習慣的縣長 工作上包有好體力 今天是來有三十幾堆 超過千塊的運動員 我在這裡也鼓勵說 我們就是要身體過好 身體過好才有人生才能採血 所以平常我們一定要讀運動 我們所有的做運動員 可以吃清雅 在這裡很怕可以代表成功 加班之外還是要重視自己的健康 透過這樣的運動會讓大家有這樣子的機會 除了今天運動之外剩下364天還是都要運動 最後也要祝福我們在場所有的貴賓 今天大會圓滿成功 這次的勞工運動會 除了拔河 幾分名計時賽跑 還有考驗團體合作的區尾競賽 參加活動的勞工朋友 活動進步之餘 也達到休閒的目的 記者錦韻龍 南陀測訪報道